凤林镇公所3号上午 由镇长萧文龙和各里里长到各个模范父亲家中 轻松当选匾额 由于今年疫情关系呢 停止举办表扬大会 同时模范父亲谢金郎也照顾110岁的人润母亲相当孝顺 让镇长很感敬佩 送上了祝福及2000块钱礼劝 也感谢每一位父亲对家庭的默默付出 凤林镇长萧文龙表示 今年12位凤林模范父亲 每一位都是受此女尊崇 德高望重的父亲 一般人对父亲的爱往往不会轻易说出口 但是父亲对家庭的照顾不会打折 但内心对父亲的尊敬是绝对的 父亲节的一些礼物 因为今年还是在一起期间 所以我们没有办团体活作 所以我们镇公所爱家爱妇 送一些礼品 还有鲜花 还有蛋糕 还有礼金 来给他们 来恭喜他们 所以我们都 个人都一家一家去 爱妇爱妇就去跟他 拜访 跟他恭喜 萧文龙说 父亲是家庭的支柱 每个人对父爱的表达方式往往不尽相同 特别在这个重要时刻 感谢父亲们的辛劳以及付出 也恭喜12位获得模范父亲的爸爸们 祝福爸爸们平安健康 父亲节快乐 记得林杰奉林郑采访报道